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小朋友 一起吸上血 这是六岁时 严明勋心中的疑惑 他是在发烧后 身体出现异常的瘀青 进一步检查 确认离患血癌 因为我儿子的癌细胞 已经是94% 但是他说我们会去经历 那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你心中已经有一个 一半的答案是说 孩子可能会有希望 也有可能没有希望 陪伴在旁的母亲 心中同样难受 而孩子的坚强 让母亲有了坚持的动力 有一次我帮他处理伤口 处理到我自己 不懂得怎样处理的时候 我直接就是对着他伤口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哭的时候 他自己发给我讲 妈妈你不要哭 我这个病我会好的 我一定会好起来 因为我还要去上学 人生彷徨无助时 认识了慈激癌友互助会 志工的陪伴 让母亲找到了方向 我一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什么东西都不会说 我只是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我只是一直问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就会教导我 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心情 怎样去认识癌症 完成了治疗 明轩现在跟家人 更加注重饮食健康 开始多舒适 曾经游走在生死的边缘 如今找回健康 终于可以开心去上学 他格外珍惜 大家新闻 黄兆峰 林彦均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